冰影巨魔到底怎么打 长得这么的呆萌 看起来脾气也不太好 那小本玩生存的时候 应该怎么打呢 今天这条视频今天教会你哦 首先呢 你得准备一套防寒服 火箭背包 还有无线设计的弓箭 接着咱们就往村庄的旁边走 有一座非常高大的山 飞到顶上去 你就会发现 打boss就在这里啦 很多小伙伴们为什么好奇 一定要去打boss呢 因为这个boss有个非常讨厌的设定 如果你不打他 他就会不定时的来攻击你和村民 所以说你想要在冰影院 好好地生存的话 你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先打败他 OK 马上就可以看到冰影巨魔了 打这个boss的话 有一点点的小技巧 就是你用火箭背包 飞到他的顶端上打 这样可以保证他不会攻击你 同时你又能够伤害到他 可以看到整体的话 我就只嘎了一次 那么这个生存军军 用这套无线设计的装备 大概打了他两分钟左右 所以我觉得他的血量 还是非常的低 相比以其他boss来说 还是比较好打的 呼 终于嘎掉了 我们捡一下他的战利品 有一个头盔 我觉得特别的好笑 戴起来有点呆萌呆萌的 你们看我给你们戴上看一下 哎哟妈呀 真的是笑死我了 这看着怎么这么的可爱呀 那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学会怎么打 冰影的boss吗 学会的话可以在评论区 扣播一 同时针对于冰影版本 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冰冰会一一出视频 告诉你们的哟 如果这种种人 也不过